生骨少女是一个经历的上海奔帮车 落着高年的人光 每个人和社会的所有人都在乌 要吃好几题 那也知道吧 今天我来说好吃的生骨少女 我这叫师生少女 买了两条比较瘦的五花腩肉 肉的肥瘦按个人喜欢 肥瘦相间就好 新鲜的肉不需要焯水 切得快不要太小 肉在煮的过程中会回缩 笋干是上次发好冷冻保存的 想知道怎么泡发干的笋干 请翻看我拍摄泡发笋干的视频 现在我们可以从国内海运 或者空运干笋干到悉尼 免去了我们在这里 华人超市买不到好品质 又常常惦记着这道菜的馋 我买的五花腩肉瘦 所以需要在锅中倒入一点油 把肉煸出香味和油脂 煸炒至肉带有一些焦黄色 放入八角 生姜片 葱段 加入笋干 家里的花雕酒用完了 用了一些米酒代替 生抽 加入老抽上色 冰糖 翻炒均匀 加入差不多浸没过肉的开水 煮开后盖上盖子转中小火煮50分钟 上海本帮菜以红烧 糖色浓郁著称 而笋干与五花肉的结合 正是江南地区咸鲜干香的体现 焖煮了50分钟后加入盐 翻炒后尝一尝味道来调整咸淡 开大火收汁 这时笋干吸足了肉汁 带着天然的鲜香和爽脆 而五花肉则炖得酥软 经过前后一个小时20分钟的烹饪 形成了浓郁的酱香风味 那么多香味道了吧 我已经落着了 每天生骨送牛 牛呢中贵子流了下 生骨 谢谢它 所以 给大家吃个人光 让那牛送来它 父欧 人光 要赞我好 上菜了 拿香菜吧